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当下,动漫行业渐渐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尤其是《斗罗大陆》这部动漫 已经上映就受到广大漫迷的认可和喜爱 目前只更新了70集 但这部动漫就已经收获了近95亿的播放 如此高的成绩可谓是果门之最呢 斗罗大陆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里面存在着恐怖的魂兽 魂兽之中更有一些超过10万年纪的存在 这一种魂兽那就是传说中的存在 而斗罗大陆之中的人为了存活下去 武魂觉醒成为魂兽是关键 而修炼魂力就是为了提升自身实力 当修到了斗罗这个级别 就可以对抗10万年魂兽 战斗力可见一斑 在史莱克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 史莱克战队从此扬名逼万 人气非常的高 收到了所有宗文势力的关注 天斗帝国的雪清禾太子殿下也想纳论唐三 在宁峰制的带领下 唐三见到了雪清禾 雪清说是千任雪的假扮者 千任雪送给了唐三一款银牌 这款银牌可以随时进入帝国内部 并且拥有太子同等待遇 比唐浩送给他的强很多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浩天锤上 有几个十万年的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